歡迎回來台記報萬書 今天的檔案是台記講天文 要繼續說日式 我想日轉世的時候 可以看到一些比較安靜的天文現象 像是人面還有人意頂頂 我們來繼續給時間 交給天文學家 蔡安利 蔡普師請說 日變是什麼呢 其實你看日轉世的時候 都會看到外面還有一件很康的 整鏈這樣 我們叫做日變 其實日變一直都在那裡 這是說 平常是因為中 太陽很康的 康到你就沒機會看到外面 沒那麼康的日變 但是如果這個太陽去有10基的時候 就有機會看到外面一個很康的日變 再來我們要來講的是 靈膩 靈膩是什麼呢 其實你看這日 就可以以後說 這個是不是跟魚有關係 比較適合 因為這個靈膩的形態就像是魚 就像太陽的魚 這樣它可能出現在不一樣的地方 這個靈膩其實它是 太陽表面噴出來的物質 這個噴出來的物質 當然就是跟那個時候太陽的滑動有關係 就是說那個時候的太陽滑動還是比較強 這樣它噴出來的物質 比較大 比較多 比較多 那是說那個時候太陽滑動沒有那麼強 它噴出來的物質就比較小 所以這個就是跟那個時候太陽滑動有關係 對 這個在轉型的時候有機會看到 但是就是要找 再來就是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鮮酒款 或鮮酒手指 因為看起來就像一腳手指 像這樣看到這種現象 這個鮮酒是怎麼來的 其實就是因為這個鮮酒 因為它不是白 它面上有地形 它有山也有狂 所以這個鮮酒要把太陽滑去的時候 要發生在轉型開始的時候 跟要結束的時候 這兩個時間點 我們就有機會看到這個鮮酒款 這樣 所以這三項就是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 在轉型的時候 我們有機會看到的現象 這樣今天的歷史就說到這裡 感謝大家 OK 那我們 在轉型的時候 我們應該會不會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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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應該會不會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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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